我们感谢赞美神 今天我们有六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 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六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 不管年龄多大 今天就是他们重生的日子 所以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 我们在这里要继续照着主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 圣经的真理来举办洗脚礼 这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洗脚 这是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最后的时刻 他为门徒所留下的榜样 我们早上已经到海边去洗礼 我们奉耶稣的名洗礼 面向下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 这是照着圣经的吩咐 主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 这是使徒他们特别强调了洗礼的重点 就是为了赦罪 这也就是依照着主耶稣基督所留下给我们的榜样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一次在领受圣山之前 要举办洗脚 就是主耶稣留下给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之所以把洗脚当作圣礼 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 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 职业书教会也是目前小弟所知道 唯一把洗脚礼当作圣礼 奉耶稣的名在执行的教会 有些教会他们弟兄姐妹之间会有彼此洗脚 可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洗脚有救恩的重要性 但感谢神因着圣灵的启发 让我们进入真理 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个洗脚 不是只是一个教训性的洗脚 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13章 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13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 V. 2. And supper being ended, the devil having already put it into the heart of Judas Iscariot, Simon's son, to betray him. V. 3. Jesus, knowing that the Father had give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s, that he had come from God and was going to God. 这里特别讲到在一月节以前,主耶稣已经知道他的时候快要到了,他要完成工作,回到天父那里去。 他因着爱来到人世间,来为我们准备救恩。 因着爱,他在这个世上受尽人间所有的苦楚。 他最爱的、最关心的就是他身边的这些门徒。 因为这些门徒,他们要继续主耶稣的福音的工作,继续传扬着救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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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愿意接受福音的人,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第一节特别说,主耶稣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 我们今天受洗,就是归入基督,就是属神的。 主耶稣要爱我们到底。 所以洗脚礼,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就是爱的道理。 如果没有爱,主耶稣就不会为门徒洗脚。 如果没有爱,主耶稣基督就不会把他的生命献上在十字架上。 所以一切都是从爱开头的。 有爱之后,我们才会效法耶稣。 主耶稣他在第三节说,他知道他是从父来的。 他是从神出来,现在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了。 所以他的宝座在天上。 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主耶稣所走的路线,我们要跟随。 我们最后也要跟着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从天上来,我们也要回到天上去的。 所以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人生最后的归宿,就是要回到天上。 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人生最后的归宿,就是要回到神那里去。 我们现在受洗之后,我们就是以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神所钟爱的百姓。 我们是神在万民当中把我们特选出来的。 所以这么多人当中,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 我们会相信。 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方法。 我们进入这个活水里面,接受洗礼。 让我们的罪得赦。 我们其实是神从外面中特选的子民。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最后的归宿都在天上。 主耶稣基督他在回天上之前。 他特别留下这一个洗脚的榜样。 那这个是在余月节晚餐的时候进行的。 因为当时候, 当时候, 那个时候是余月节晚餐的时间。 他们是在吃余月节的筵席。 那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他们做好的。 现在突然之间,第四节,主耶稣离席站起来。 把他的衣服脱掉。 拿一条手巾束腰。 然后倒水在盆子里。 就开始一个一个洗门徒的脚。 然后洗完之后,用手巾把它擦干。 他这个整个动作,就像一个仆人一样。 但是,主耶稣他是老师啊,他是主啊。 他现在竟然当起仆人,来为他的门徒洗脚。 所以,主耶稣这个动作,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服事。 什么叫谦卑。 所以,因为有爱,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卑微他自己。 虽然他是天上的神,他现在变成仆人了。 仆人是来服事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洗脚礼的时候,所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榜样。 我们今天如果能够看到主耶稣谦卑这个榜样, 我们就会愿意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服事。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绝对不是在那里享受别人的服事而已。 我们不是来这边当老板。 我们是每一个人来这里做仆人。 我们彼此服事,互相得造就。 也是在执行主耶稣基督,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以及他的教训。 我们是真正把道理行出来的人。 所以,我们从西教里知道,要怎么样谦卑自己,要彼此服事。 那当时候主耶稣把门徒在洗的时候, 一定很多门徒,在场十二个人,他每一个人一定心里面很疑惑。 为什么主耶稣突然要洗脚? 如果只是要那个洁净的洗脚,应该在吃饭之前,进门的时候就要洗的。 吃饭吃到一半,突然洗脚,很奇怪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才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第六节说,他洗到西门彼得的地方。 彼得对着他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 主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但后来就明白。 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 我先为你洗脚,你以后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了。 可是彼得,他没有办法等以后, 他就认为说,现在你洗我的脚,这个情理上来说,都说不过去的。 所以,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因为你是我的老师, 是我的主人,你是天上的神。 我怎么有那个资格被你洗脚呢? 所以,从他人间的理性来说, 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可是主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这句话,在彼得听来就很严重了。 彼得他很知道,他为什么要跟随耶稣。 他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主耶稣基督有份的。 跟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救恩有份。 跟主耶稣的性情有份。 所以,他能跟主耶稣的性情有份。 我们在联会期间,传道讲了很多有关于主耶稣所留下的榜样。 主耶稣的性情,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基本上是由主耶稣基督来表现出来的。 你看,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从第三节开始, 就讲了那个神的性情。 那这些性情,就是主耶稣留给这个门徒, 特别是属团门的,他们已经看了三年了,他们很清楚。 主耶稣是这么样有慈爱的。 联敏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谦卑的,他是很会忍耐的。 那最后,他说,最后就是要在神的国度,能够进神的国。 所以,如果是跟主耶稣没有份, 哇,那彼得就说,那这个问题,怎么可以呢? 怎么会跟到耶稣最后,没有洗脚就没有份呢? 所以,当主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彼得一点也没有怀疑。 他没有说,为什么没有份? 跟你这么久了。 我为你付出,我牺牲一切来跟随你。 你不是之前就已经讲过吗? 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你,将来在天国里面要跟你同坐宝座。 那是在马太弗19章,在主耶稣所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彼得曾经这样问过主耶稣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洗脚的当中,当主讲这句话之后,彼得一点没有怀疑。 他只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跟主有份。 如果只是接受主耶稣的洗脚都能够跟主有份,他说那一定要洗。 为了要确定跟主有份, 第九节他说,他说,不但我的脚连手跟头也要洗。 他的这个讲法只是要确定他跟主有份而已。 那我们就知道说,跟主耶稣有份有多重要。 现在主耶稣提供的方法就是要接受他的洗脚。 当时候他们不了解。 主耶稣跟他说,以后你就明白。 好,那彼得是说,那头跟脚,手跟头也要洗。 主耶稣说,不必了。 第十节,凡洗过早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今天主耶稣讲的这句话, 就当时候他们的那个习惯来说, 他们本来就是洗完澡之后才来参加一月节晚餐的。 现在主耶稣说,你洗过澡,把脚一洗就干净了。 那对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句话, 我们今天早上去洗礼。 我们把全身入水。 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这里所讲的,你洗过澡的。 那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是全身干净的。 但是主耶稣这里跟彼得说,你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 所以今天我们洗礼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洗脚。 接受主耶稣的洗脚。 为什么? 主耶稣接下去在第十节后面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十一节,耶稣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是因为这里面当中有一个犹大。 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那个意念放在犹大心里面了。 所以当时候犹大虽然人坐在当中,一起享用晚餐。 可是犹大的心其实已经走了。 他的心,他说被魔鬼把卖耶稣的意识放在他心里面, 他当时候是为了贪财去出卖耶稣的。 可是他这个意念,事实上他还可以改变,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最后就是要犹大去带着那个,要抓耶稣的这些兵丁,来到主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来抓他的。 所以这个时候犹大还在他们当中,他还有机会的。 主耶稣他特别说,你们是干净的,不都是干净的,是指这个整个,这个十二个使徒了。 是因为犹大的内心,他要骂耶稣,主都知道。 他现在的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 你若接受我的洗脚,你就与我有份了。 你现在洗过澡了,把脚一洗就干净了。 这个洗脚要让犹大醒悟的。 这个洗脚是要让所有的这个十二个门徒,全部都跟主耶稣同心的。 要让他们的心也跟主耶稣联系在一起。 我们今天洗完,洗洗礼之后,我们身份改变,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的心可能还离神很远。 我们的心可能,也可能又像犹大这样子。 可能会因为贪财。 可能会因为贪爱世界。 或者是我们贪败有任何的理由。 我们有可能会步上犹大的后尘的。 因为心不在耶稣身上。 他的目标,他所追求的不是天国这个救恩。 所以要借这个洗脚。 让我们真正的所有的这个神家里的这些儿女,全部都同心合一。 让我们的心真的都贴在耶稣身上。 就像主位书基督,他,其实神他已经把我们绑在他的腰上,就是那条腰带。 伊利米斯所讲的那一句,那个腰带。 神把我们绑在他身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跟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们的心要跟神,跟主位书基督,完全在一起的。 从这个洗脚的部分,我们要看到主位书的榜样。 他所讲的这个救恩的奥秘。 所以今天接受主的洗脚,我们完全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愿意真的彰显出神的爱。 我们愿意效法主位书基督谦卑的榜样。 我们愿意去彼此乎视。 我们接下去很重要的主位书,他包括他为犹大洗脚。 表示主位书基督是饶恕犹大的。 主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 但是主位书还是为犹大洗脚。 像仆人一样服侍他。 主位书真的从心里面饶恕犹大的。 用他爱要挽回他。 所以洗脚表达一个饶恕的道理。 我们今天要跟主有份。 我们一定要得到主位书基督这个信息。 我们一定要有爱。 我们一定要能够谦卑。 我们一定要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谁会得罪我们像犹大对待主位书那样子呢? 所以我们今天洗脚以后, 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不能够让有谁是我不能原谅的人。 主位书都原谅我们了。 那还有谁我们不能原谅呢? 因为我们要跟主有份。 要进神的国度,这是最重要的目标。 主位书救我们的目的就在这里。 所以要彼此饶恕。 所以是在表达我们彼此相爱的道理。 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道理的时候, 要常常去想我们的脚已经被主耶稣洗过的。 那这个脚呢? 这个脚一定要保持干净的。 今天我们记得接受主的洗脚以后, 我们跟主有份。 我们需要往主位书所走的路线。 那主位书他在这个世上, 他能够很勇敢地宣告说, 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有罪。 也就是说主位书他真的是保持圣洁, 他心里面完全是属神的。 因此洗完脚之后, 我们的整个不管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内心都是完全属神跟神联系的。 神是圣洁的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脚走在神善道上面。 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圣洁。 不要再把这个尊贵的身份把它失落了。 因为没有圣洁, 没有人能够见到神。 那这个圣洁要从内心开始。 所以主位书就是要借这个洗脚, 让犹大知道他这个贪财, 出卖耶稣这个意念是错的, 不要被魔鬼利用了。 今天主位书洗了我们的脚。 我们要走在圣洁的路上。 那所以你看主位书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一定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 他到会堂里面去读神的话语。 到会堂里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那个地方去教导他的门徒有关天国的道理。 所以我们的脚要走在主的路上, 要跟随耶稣的脚踪。 我们不能够再用被主耶稣所洗过的脚来踢耶稣了。 因为这双脚现在要走进天国, 要走到教会, 走到神的殿里。 主位书帮门徒洗完脚, 他就讲完道理。 我们现在看第十二节。 主位书洗完脚,穿上衣服, 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他们当时,我当然不明白。 你们称呼我,我夫子,我主是, 你们说的不是,我本来就是。 十四节,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所以这个彼此洗脚, 就是教训性的洗的。 在神教会里面, 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 信徒也可以彼此洗脚。 但是,现在主位书在第十五节说, 我给你们做的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所以,主位书现在为门徒洗脚。 这个榜样就是, 要让所有的门徒, 都跟耶稣有份的。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把洗脚当作圣灵, 因为主位书自己自己留下榜样, 又教导我们要这样做。 十七节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去去行就有福了。 今天,我们照着主的吩咐, 这样去行, 我们就真的得福气。 我们真的是跟主有份的人, 接下来,我们的性情就改变, 我们的人生观改变, 我们的价值观改变, 我们真的是跟随耶稣了, 我们的生命将要发光, 成为主的启咐的见证。 现在问题就在于, 要怎么样接受耶稣的洗脚。 主位书在天上, 主要说要怎么一一地为门徒洗?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这个就是主位书他所留下的, 他告诉所有的门徒, 有人接待我所猜浅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主位书的, 他说就是接待天上的神,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所拆派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洗脚, 就是主为书为我们洗脚。 当我们接受主的洗脚之后, 我们真的是跟主有份的人, 我们的救恩真的是完整的, 不但是在身份上, 在名义上, 在我们的心理上, 我们的目标都是跟主耶稣一样的, 就是要去传福音, 就是要彼此服事, 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在地上的代表,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真的能够照主的愤怒去行, 如果我们都得福气,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会像天使一样, 那么美, 成为主耶稣基督这个荣耀身体的一部分, 这些道理能够帮助我们, 更相信我们教会所传的这个基本信仰, 愿意把这样一个道理试行出来, 让我们真的一起来传扬这个完整得救的福音, 然后真的得到主的祝福, 我们现在这个道理讲到这里, 现在要来执行洗脚礼, 我们现在请我们新寿喜的弟兄姐妹, 把你的鞋子,袜子脱起来, 那我们会众请唱诗,29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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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